莫泡莫泡 朋友们 你们知不知道夏天的味道 对于我来说 夏天就是小龙虾的味道 今天有多一波鸡 这边弄个鹿小龙虾来吃一番手 天下就需要再说 今天为什么要弄个鹿小龙虾 因为鹿的小龙虾 又简单又好吃 八十多半 吃什么都得行 夏天哪个都不想去 龙虾洗干净 再弄盐给它腌制一半手 起锅烧油 油温差不多 放小龙虾 这个鹿虾炸锅 差不多十秒钟就会弄起了 再来炸一锅 起锅起锅 盛点水 鹿虾鹿虾 鹿料肯定是比不可少的 今天直接弄 秘密鹿虾做料 天下空了这里 小皮带一尺 筋了 水开之后 姜那一半手 米子料包那一半手 这下就得难搞 搞出香味就下龙虾 香味吃饭了 虾龙虾给它煮一半手 并且吃到光 虾的香味和入料的香味吃完了 八十的很 现在我们就用小火 慢慢搞二十多钟左右 吃起八十的半 最后香菜再给它拿一半手就可以开吃了 看到口水是长汤 一锅吃到不过瘾 我给它喘一喘喘 吃起来再爽 下次不饿了 再给它淋一半手卤油 味道非常不错 管这道菜 我做一个集中点 如果有小伙儿不想吃点虾线 不想剪老壳的 就用这个方法来煮一半手 绝对好吃了 简单又美味 吃开香菜 吃开香菜